一名八岁男童 独自在游乐场的货柜里玩火 结果酿成意外 他因为逃生不及 活活被烧死 莫懂案发过程的另一名男童 向警方证实 死者当时在玩打火机 而在货柜外玩耍的他 也无辜被牵连 部分头发被烧焦了 死者父亲苏巴汉受访时就说 事发前他在家里看电视 结果就接到二号 最后看到的就是儿子的嚼尸